hello大家好,我是小小米 在2009年MG能天使发售后 大家应该和我一样 收集MG的004小强那是必须的 盼着盼着,十年就过去了 万代终于重新启动了007MG的进程 19年发售了利天使,20年的主天使 再到今天的德天使 不但作为四小强最后一个 同时还作为2021拼装部的大洲产品 拿足了期待值 在数价上,德天使达到了8000日元 小米前面三只贵了差不多一倍的价格 再加上最近模型市场各种骚操作 导致大家对它的评价褒贬不应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也是准备了一盒 同款MG德天使作为福利抽奖送出 记得留意我的抽奖动态 那今天就一起来看看 这款拼装部的年底大洲 大德它够不够格 包装峰会的风格和主天使 利天使保持了一致 但是这次的峰会上就没有新品的小彩蛋了 整个外活的尺寸 相比十多年前的能天使 大了相当多 板件方面 开盒看上去还是挺多的 但是实际上不到30块 光看板件确实没有很值得感觉 并且也是沿用了一些利天使的板件 可以看到名文上清晰的吉恩frame 同时吉恩传送带的透明软胶件 也是直接给出了利天使同款 而作为纳德雷最为特色的头发 MG是直接使用了和本体一样的PS材质 全部组装完成后 剩余003色的配件也不少 除了纳德雷的头发外 还能看到各种替换手吉恩盾 吉恩火箭炮 吉恩光束枪 并且还给出了一个完整造型的太阳炉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主改普通造型的小人玩 还附属了一个女装的蹄子 挺装布这也太贵了 主改接替外 四个驾驶员也是首次以EB100的形式集结了起来 从2009年的傻子娜 一直到2021年的蹄子 可以感受不小的进步 主体这次造型 同样是由轻垫扭来兼致兼秀 所以大体外轮廓还是比较对味的 看不到太过夸张的魔改 但是毕竟有EB100的提配板在前 大体造型上 这次得天使也没有太大的惊喜 而相比其他三代机体 得天使的外甲都是比较大块面的设计 为了让MG的外观不至于太素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大面子的地方 都追加了可见细节 但量不算太多 所以看上去不会太过于凌乱 而其他部分的细节表现 则是通过近年来比较常见的 露宫分色 是用里面的内衬来进行体贱的 营造出极限外甲的落差感 在配色上 大家可以发现 这次的MG在基因火箭炮 以及背部的基因加龙上 给出了一个藏蓝色的射甲 对于看过的TV版配色的观众来说 可能会觉得有点突兀 但这里其实是为了还原出牛奶的原配色 只是模型上蓝色的饱和度要更高一点 那大家更喜欢哪种配色呢 头部这里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里面拉德雷的造型轮廓 头顶两侧的粒子传送带 是直接使用往拉德雷的红色 并且在抬头时还会露出里面的下巴 个人感觉 头顶是这个头顶看上去还是有点穿帮的 下面领口部分 两个小天线可以简单的活动 胸口的外甲可以向上展开 露出里面的基因电容器 下方的驾驶舱展开后 就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里面的蹄子 胸部两侧给出了简单的拉伸关节 给手部提供了轻微的前后摆动范围 同时也增加了手臂平台可动 小臂外甲有一处可动设计 让驱逐范围得到轻微提升 转到背面 在拆除背面的基因下落背包后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太阳炉 打开锁扣就可以取出非常熟悉的结构 放入尾号一定 胸口的基因电容就会亮起 效果比较自然 对比09年的龙天使 还是可以看出10年来的设计优化 而龙天使作为将LED模块化的鼻足 也会后来各种LED发光套件模型做出了铺垫 另外 针对太阳炉 德天使的套件中 还付出了一个完整造型的太阳炉 安装时需要拆除发光太阳炉的后半部分 对准位置就可以放置进去 就是对了 在安装背包时可以看到几乎没有明显的卡榫 背包内部甚至还有简单的细节刻画 但是安装上去后还是非常牢固的 暴力把玩也不会脱落 背包两边的加龙炮可以将炮管推出 另外包括腿部的基因立场发生器 外甲都可以进行简单的拉伸展开 可以看到里面的黄色分色 而把加龙炮取下后还可以翻出一个把手 可供纳德雷过持时使用 毕竟得胖体型比较胖 多少有点得天使的意思 就像纳德雷套上了得天使的外甲一样 得胖得胖的 属于是属于是啦 所以腰部的可动也非常受限 只有胸部的关节能够进行左右摆动 而腰部不但无法弯腰 甚至水平旋转都给固定死了 裙甲部分有正常的可动 侧裙甲还做出了让位设计 整个线板式的可动还是预料之中 算是正常水平 这次的关节把持力度都还不错 不会出现布举之类的情况 而得天使这一顿位 基本上也没指望它能有什么超可动设计 老老实实打个炮台放在那 就足够霸气了 不过说实话 当初第一次看到得天使时 就感觉非常利量 这种体型胖胖的机体 虽然在以往也不是没有 但这个胖的高达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甚至被观众调查说 是以水道监督为了新设计 不过当看到剧状 得天使爆甲的内幕还真的是香了一波 以至于后面再看到这种胖胖的机体时 都会有种能爆甲的错觉 而这次得天使的爆甲设计 算是这款套件的最大亮点 头部的爆甲完全还设定 直接删除得天使的天线部分 就可以看到内藏的纳德雷德天线了 而身体部分 这次在MG的爆甲设计 在还原设定的同时 也不会显得太繁琐 装甲和纹理之间没有使用卡榫 都是通过内衬进行添合 前甲压后甲 还好没有出现特别松的情况 针对腿部外甲 如果实在觉得虚伪有点难受的话 也可以参考狗外玩家 把脚踝这里的部件翻出来 对于外甲上面的方形洞口 重新安装回去 就不会觉得松垮了 对于把玩的来说 爆甲流程各家流畅 同时也没有拆装卡榫时短件的风险 而万代把外甲的内衬设计作为宣传点 感觉还有点不够格 毕竟作为一款MG 这种级别的内衬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特色 而是应该你所当然盖的素质 况且万代暂时还没有发售爆甲状态的展示下 所以内衬上的细节无论是爆甲前还是爆甲后都很难得到展示 而大家都知道这台机体的造型分为两种 多天使相比拉德雷更像是多天使 而拉德雷相较于多天使就更像拉德雷 完成发奖后就可以看到娜德莲的本体了 因为都是白色的关系 所以看上去会显得比较素 但是表面上各处包括肩部小臂膝盖等部位 都可以看到镂空分色 甚至头顶还以为是卡槽的位置 其实也是镂空分色 所以整个机体给人视觉上的信息量还是不少的 另外由于套件中通用了不少另一天使的部件 所以对比下可以看到 在大腿大腿小腿这些位置 外角的造型几乎是一样的 而头部这里由于头发使用了偏死硬质材料的关系 所以可动受到了阻碍 只能进行简单的活动 在采用了硬质材料后 头发这里的表现就自然了很多 并且可以看到后发采用的碟层设计 这些红色的头发在设定中是连接德天使的传导线 所以在末端还可以看到内似于接口的细节 助你当时比较早心 听闻是脱用骨架 所以在抱脚后 腰部的可动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前后弯腰以及左右摇摆都有非常优秀的可动 而下半身前踢后踢 以及屈膝这些自然都不在话下 甚至脚部的接地性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整体的把玩手感和立天使打到了一个水平 除外头部之外呢 可动都非常的舒服 对比能天使 毕竟跨度十多年 可以看到两种的形体有非常明显的差距 最明显的就是大腿和小腿的比例 09年那会儿的风格就是大腿和小腿短非常多 这样在摆pose时会显得很有张力 而现在则是收敛了一些 腿伤比例在战力时会更加自然 大家可喜欢哪个风格 最后就是武器 首先是光鼠军刀 内藏在那里的膝盖部分 收纳状态不会太过松 接着就是基因光鼠步枪 造型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顶部的瞄准镜使用了深绿色的透明件 侧面的把手和尾端都有简单的可动 同时相同部分可以安装上一个特效件 变成格斗武器 对准小笔的接口就可以安装握持 基因盾盘分色非常漂亮 中间的镂空分色也增添了层次感 而整个顿身的长度达到了15厘米 差不多都有个HG的高度了 重点当然还是得说说这款基因火箭泡 顶部的把手可以简单活动 两侧的握柄可以上下活动 同时两侧可以一起前后滑动调整位置 拆除单个握柄后 能安装在下方实现单手握持 下方的白色外夹可以拉伸展开 展开后里面的黄色泡口可以向外拉伸展开 其实外观上之前有说过 配色采用了原设定 造型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无论是对比哪一款的设定 都可以发现 MG的泡口缺少了黄色的分色 而MG的峰位上就直接省略了这里的分色 相悯这个影音也是为了偷懒 直接给改了拨设定 有版权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是吧 那全部看完 大家对这款MG得天使能拿几分呢 从几年前开始 每到年底 拼装部或者是成品部就会丢出一个大招 而今年总是显得格外平静 德天使在这个时间段注目 无形中就拉高了玩家们的期待值 同时作为四角强中的大洲 2009年的MG能天使 开创了LED发光模块的先河 2019年的利天使 凭借着优秀的骨架设计 经营了不少玩家 2020年的土天使 站在了利天使的肩膀上 稳扎稳打 再到今年的德天使 你所当然的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惊艳 就套件本身的素质来说中规中矩 但现在导演横行 甚至预定阶段就开始提价 价格平稳前入手肯定是不值 8000日元左右的套件 虽然确实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但是模型本身就是一种对爱的表达 对于小只把004小强的玩家来说 MG得天使肯定是一个导不过去的坎儿 这个也是尊重万代和导演的下怀 RMG007年虽然到此也是高业段落 但往后各种PB限定 比如物理型德天使 逆天使RR3 阵风型主天使这些延伸机型 应该都是铁板钉钉 最后也别忘记今天哦 本期的节目会抽奖送出一盒 这次介绍的MG得天使哟 赶紧来我的B站动态 彩米抽奖哦 最后求一波订阅投币收藏 速冲三连一下 我是小虾米 咱们下期告的时间再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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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